顺丰乡丰田客家廊道文化生活环境第三期工程已经开始施作 而顺丰乡长刘耀宗15号是前往视察丰里村的相关公共建设 除了要求客庄三期工程要落实客家生活环境营造 更要求建设客要监督 让工程设计更融入在地贴近民意 成为客庄新景点 顺丰乡丰田客家廊道文化生活环境第三期工程 包含了墙面彩绘12面 既有水车修复及灯具安装等各项工程目前都进度顺利 并且预定在9月份完工 15号上午 射峰乡长刘耀宗在妻子曾淑义 峰里村长钟耀宇的陪同下前往视察各项建设 刘耀宗感谢客委会的经费挹注 更肯定村长刘耀宇勤于在地居民沟通取得共识 让工程更贴近客庄需求与民意 这个客家廊道是我们108年的时候向客委会争取这个金费 彩绘的工程 总共有12户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客家的客家风里村的乡民都非常好客 请各位乡亲各位旅客有空来跟我们来聊 大家都会很欢迎你们 完工之后都会把我们这边非常独特的客家风貌 地方特色呈现在大家乡亲游客的眼前 那非常谢谢我们刘乡长对我们风里村的这个关心 那也更谢谢我们前乡长曾淑义 这个在任期当中帮我们争取了这个些经费 刘耀宗表示 松中山的客家乡亲散聚在风里 风山与风亭三村 而风田火车站前长达两公里的中山路上 还有日志时期开业的扎货店 碧莲四等古籍 而这也让风里村充满了客庄人文风情 而其中12处互动式的客家意向墙面 将会成为寿风厢打卡新亮点 而乡公所也会持续向客委会与县政府来争取经费 让风里、风山、风平三村能够成为客庄的新亮点 记者刘明胜 寿风采访报道